这是我的老师 仁华的上一任院长 也是刘志光的恩人 二十年前 吴院长在西北支边的时候 替一个严重臣恶劣的 六岁孩子做过手术 手术很困难 过程很曲折 当时孩子的父母已经放弃了 他们觉得这个孩子 一辈子都要活在 别人异样的目光中 永远不可能走出这座大山 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人生 但是一个医生的努力 改变了这一切 从此孩子发誓 长大以后 就要成为像恩人一样的 您是说 刘志光 就是那个纯恶劣的孩子 我说呢 他性格怎么这么粥 所以他一定要考到仁华来 如果你们为了考医学院 复读两年高考三次 你们也会一样粥的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粥啊 他好像是说过 他们村子其他的孩子 都已经挣钱给家里盖房子了 只有他们家还住漏宇的房子了 周老师 我们可以给他捐款 本来性格就自卑 你这不是刺激他吗 你们都小看刘志光了 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大 因为他有梦想 梦想会使一个人变得强大 无论他再穷 再卑微 再没有天分 永远不要嘲笑一个人的梦想 也不要嘲笑一个有梦想的人 金灯祥 求你帮了吗 不帮 看见没 那天晚上你就这表情啊 我那天晚上说你都是有道理的 是 我也觉得有道理 我找陈希帮忙 确实是仗着她喜欢我 我是个混蛋 那你看我现在不正想法补救了吗 反正你好好处理你跟希希的关系 别让她难过 行了 说吧 有什么事 我想你跟李波不是挺熟的吗 能不能帮忙跟她说说 替刘志光多争取点实操的结果 周老师煽情这招对你还挺老实啊 多大点事 喂 师兄 干吗呢 别挤食堂了 走 请你吃饭 那我在门口等你 好嘞 我师兄 无肉不欢 我待会儿给他点两颗非力牛排呀 这事基本就搞定了 那我替刘志光先谢谢你 你好好吃 你干吗去啊 我刚不都说了吗 是基本上搞定 你要不在的话 这戏我没法唱 我跟李波又不熟 你不懂 我师兄那人啊 只要姑娘在 有求必应 再说 你和刘志光平常走得那么近 这事你说最自然 行了 上车吧 那好吧 希希 我 你真行 替我跟他吵架 还替我和好 以后你要不要替我谈恋爱啊 我找谢南湘 帮刘志光 帮刘志光 捐款你找我呀 找白小金呀 组里就谢南湘一个有钱人 你自己信吗 希希 你别追他 他这公主病一番就这德行 是我自己欠考虑 要是我我也生气 你自己出去吧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当时骂我的时候思路清晰 敢作敢为 就因为他你畏畏缩缩的 我跟陈希早偶尔了 你没男朋友 我没女朋友 咱俩在一块吃顿饭 没必要给他汇报吧 他也不能每次都阻挡我 追求终身幸福的权利吧 你追求什么终身幸福啊 表白 对 对 我知道你上次拒绝了我 可是经过刘志光的事以后 又鼓舞了我 周老师不都说了吗 周 是因为有梦想 请你不要嘲笑一个 有梦想的人不怕 谢南湘 你活得太随意了 我不是个随意的人 随意吗 好 搞定 这样不行 周老师 我说了这样不行 什么不行 同学间的感情 是随随便便能缝合起来的吗 你说什么呢你 就算外科工作辛苦 你也不能靠偷听别人隐私取论啊 这个爱好一点都不高级 那是停车场 我的车就停在谢南湘边上 你以为我乐意停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手术是集体作战 外科没有孤单英雄 你是不是都当耳旁风了 真是没想到 你搞砸人际关系的能力 可真是花样百出啊 你同学间的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把我带的研究生组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不管吗 人不是单独活着的 出了这样的事哪怕是误会 处理不好照样证明你的无能 照样证明你没有资格留在仁华 随便一件破事都能证明 我不能留在仁华 会使用我带呢 咱们担心打仁华 你给我点准备了 我用了打仁华 你资格留在于稳定 你怎么不听我 你不就自担心 我准备到在编心的 你怎么会有点丶区 你怎么会有点准备 咱们去咱们去偷地 让我多学会 你得很丶俩 再好死我 你 dart会 你怎么会有点够 那你还是回去看书吧 不回去 为什么呀 没事啊 来吧 咱们从单纯间短缝合练进 听说周老师这台肝移植手术 是给冯欢做的呀 冯欢 冯欢 谁啊 你不会吧 你没看过我的小春不识帽 电上播的可火了 就那里边被三个高富帅 追得死去活来的那女医 绝对接智琳姐姐班的女神 对对对 周老师 周老师 想聊八卦的继续 想参加手术的给我坐下 周老师 这么高难度的手术 能带这么多实习生入场吗 谁说都去啊 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 能跟我上台 就一个 就一个 那谁去啊 这个我可说了不算 不管怎么决定 总得公平吧 这个机会多难得呀 要不然咱抓究吧 这公平 算了 反正我也没戏 我还是早点去观摩石找个地儿吧 别找借口偷懒 我给你们布这个作业 肝移植手术容易引起凝血功能稳乱 谁能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谁就跟我上台 公平吧 这个 这个好像 哪个课本都没提过呀 这么高级的事 课上怎么会教啊 感冒低级吧 光靠课本上教的就能治好吗 那为什么感冒到现在还能死人呢 你们不是都想上手术吗 赶快给我拿出肾上腺素飙升的样子来 沽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献 你是不是一定要让他招费 你出来的 自己 massage 看看 你怎么没有 作为 这个 我们下集团的 我还没查完呢 我不用电脑 我是来问问 今年刚拿外科年会的论文集到了没 才刚闭幕 哪有那么快的 老师也这么说 那就赶不上了 我是好几个文献数据库的贵宾 他们更新挺快的 你要查什么我帮你查查 真的 那先谢谢你了 我在网上的医学论坛里面听说 今年会上有一个肝移植专家 提到了肝素和凝血功能的关系 说是共肝保养液肝素用量越大 凝血功能就越容易紊乱 所以我想找到他的发言 看看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 那你把专家名字还有单位告诉我 我回家帮你查 我还是发你微信吧 谢谢啊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周老师 再宽限几天吧 这两天我把图书馆椅子都在坐穿了 还没头绪 是啊 一有时间就穿着饼膏去图书馆 我们就差在那儿过夜了 可是已经有人先交卷了 这人谁啊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是白晓晶找到的论文 他从甘肃扰乱凝血功能的角度 提出了解决方案 包括新肝再灌注前后采血 做索诺克洛特的凝血分析 测定甘肃 冲洗新肝 排除之前的饱甘液 去除甘肃 从而降低凝血功能稳赖的机会 谢南翔 听懂没有就瞎点头 不完全十分懂 但是我可以表示一下崇拜 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 其他人呢 这么难得的机会 就这么拱手相让了 行 二十四小时之内 如果没有人 能找到更好的方案 白晓晶 你跟我上台 白晓晶 看你的性格 不像是干这种偷鸡摸狗事的人啊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答应帮我 对啊 我帮你查了 说到做到 不用谢 甘肃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这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 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就报告给周老师 你这么做不觉得难为情啊 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思路只是一个方向 攻克艾滋病的思路早就有了 那艾滋病不还是绝症吗 周老师认可我 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有方案的上手术台 没方案的台下看 这就是外科的游戏规则 这是你自私的游戏规则 tint灵工搜紧 喂 妈妈 嗓子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就是最近可能烟盐饭了 特别想喝你煮的礼汤 那你叫李斌给你买点鸭篱 妈在电话里 教她做 我自己会做 我就是想喝你煮的 这丫头 不让你跑那么远的地方 请你飞去 对了 那过年的时候 你和李斌一起回来 那春季那么紧 一个人妈也不放心 他在什么时候 玩了就说过去 妈 我有点事我先挂了啊 老师 这复印机怎么坏了 今天下午就坏了 你先打电话 让他们来修了 你明天再来吧 明天就来不及了 你看 这都快下班了 这复印机嘛 它就是好的 你今天也印不出来嘛 你宽建我两个小时 你让我把这抄下来行吗 这么多的 那手工抄啊 我知道你们周老师爷 我来这个名 这复印机是坏的 行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回去我也休息不了 我躺在床上 我也睡不着 真是周明的学生 跟他一样去 说好了啊 就两小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 周大夫 伟大夫 你怎么又回来了 周大夫好像不太欢迎了 我是不是该在美国 留到后面下去的时候 再回来请求收留 那我铁定不会收美国的退货呢 如果我告诉你我回来是因为女人 别 你那帮脑残女粉丝 还不把我生吞了 是冯欢的团队邀请我回来参加 她的移植手术 希望由我来做她的五八痕缝合 她来仁华是来救命 还是来整容呢 我跟她说过 仁华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顾到她的美观要求 但是她们偏偏迷信美国那一套 你可以告诉她 任成文在医学上都没办法消除 更何况肚子上二十公分长的大口子 还五八痕缝合 她是傻还是蠢 病人就是客户 客户的要求 我们有时候还是得顾着 更何况葛院长都开口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葛院长请你回来 那就算是 美国专家来视察工作了 我们可得准备准备 你放心 一 我不会干预你的手术 二 不带自己的团队 完全听从你主导指挥 你放心 没有请你放心 你放心 我可以准备休息 你放心 不可以 听从你身体 我会做什么 你 impro会 我去书 还有毕竟 青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呀 宣布一个事 这次这个移植手术呢 周主任同意让夜通盟上 鼓掌了 为什么周老师突然换人了 当然是方案获胜了 原来你昨儿没来吃火锅 是去弄方案了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不给哥面子 行了 夜通盟 是你藏不漏的 提了什么方案啊 用重组水质术控制凝血功能稳乱 也是受之前中医科的启发 人家走的是中西结合的路子 周老师觉得呢 比这个白小经的常规方案有创业 原话是很有想象力 这是很高的评价我 多学点儿啊 夜通盟 你整理一下 你看看人家 在你八八等着吃墨浴完的时候 人家在研究水质呢 所以别不服气 我有不服气吗 你哪是眼睛看到我不服气了 没有 恭喜啊 夜春盟 过来啊 我怎么还是听得酸溜溜的呢 来 哥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发自肺腑的真正祝福 来 给哥帮忙 谢谢 开潮房了吧 去晚了 又挨骂 走吧 你刚才差点把病人弄死了 周老师 这儿 干什么呢 我没干什么 我在做移植肝和受体肝的门静脉端吻合 这项操作 十年之内你想都别想 多少外科大夫切了一辈子篮尾 都没轮上过一台肝移植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么多学生里面 您挑我跟台了 我就是想熟悉一下手术流程 到时候不给您丢人 您不是说了吗 我的方案是最好的 水质不好找吧 我的方案啊 这么大的手术 你以为我会用一个 实习生的方案 您没用啊 那折腾我们一个星期 我们图书馆干一直的书都看了 最后那天晚上打印机还坏了 数据都是我手抄的 外科只有没事干的人 才会抄抄着自己是劳模呢 那您干吗挑我跟台啊 我不想白晓晶总是第一 医院门口卖煎饼果子的 还不许垄断呢 再说了 我想杀杀陈希那几个 人花烙油条的娇气 算是便宜你了 说来说去您还是瞧不上我 其实连白晓晶的那方案都是我 都是什么 没什么 我就想好好跟完这条手术 来一辈子栏尾我认了 不是跟台 只是观摩 别指望我会让你拉钩 好 主任 冯花已经进手术室了 你们几个一会儿在高摩室 给我认真的看 下了手术我要考你们的 这就好比去了演唱会 却没有现场票 看完了还让我们几个写观后感 你这也太残忍了吧 我说你们呢 院长好 院长好 程老师好 院长好 这回够有面的吧 岳领导和你们一起听收音机 现场入场卷 我却倒还有一张 周主任让我带个助手我没有 现在我决定从你们当中带一个上 就你吧 周主任没问题吧 陈希 准备一下吧 好 那个 等你以后成了大牛 这个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历史性的情况 别瞎说了 我妈从来没看过我穿杀手服的照片 你待会儿能发给我吧 一张哪能够 来 再来两张 全身哪 全身哪 一 二 美国人进屋不敲门吗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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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医院里从来不缺高智商的 我只管外科 你要告毕超使得状找我没用 如果我告诉你是你们组的李奇呢 你管不管 不会的 我这帮学生啊李奇胆子最小 这点轻重他还是知道的 要不我现在去找家属老公进来跟你对质 你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回美国了 你非要在临走之前胡一把牌过瘾吗 没经过我同意就带着陈希上手术 你就是为了证明你比我更会带学生吗 他们不只是你的学生 也是仁华的实习医生 我是仁华请回来的专家 好歹也是他们的前辈吧 我想我有责任提息 也有一无就错 这件事我会管的 也许你不知道 做我周明的学生 比做仁华的实习生难 好 李奇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你们家林大夫 为了劝家属动手术 差点被人打了 到现在还在饿着肚子 在那儿等手术结果 你身为老公的 可以去关心一下吧 你们美国人 不管别人家闲事会死啊 林大夫又不是第一天当医生 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他还用不用干活啊 北大夫 我找你半天了 福科说手术做得挺顺利的 咱们去吃饭吧 我想你也累了 我们下次吧 为什么下次 我们作为医生的 越是受累受委屈 越得知道心疼自己 反正在他们领导心里面 我们就是干活的机器 好不容易吃顿饭 凭什么算了 我说吧 林大夫没那么娇气 你们吃饭我就不去了 我还得看东西呢 走吧 别耽误人家领导干活 你来说 stopping 我来说 我去泥摄 我去兜水 你本身没有大量